1999年12月20日凌晨 44岁的何后华站在国旗和区旗下 宣誓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经历漫长岁月 回到祖国怀抱 澳门开启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新纪元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何后华 接受内地媒体集体采访时表示 澳门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说明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 澳门这20年的发展 是我们有幸的能够把握好 将自己澳门发展的命运 和祖国的命运有机的结构起来 就是如果没有祖国的40年 改革开放的成功 澳门99人违归以后 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发展 他回忆 回归前几年是澳门经济发展相对较差之时 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经济相对低迷 失业率高 澳门的治安问题也非常严重 上任时他给自己定了两个任务 一个就是读解不扣的落实这个基本法 让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的时间 第二点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澳门的经济可以有所发展 让澳门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还澳门一个安居落叶的澳门 20年谈指一挥间 澳门的发展举世瞩目 本地生产总值从回归之初的519亿澳门元 增加到2018年的4447亿澳门元 特区政府财政储备 外汇储备 分别比1999年增长193倍和6.2倍 回归以来 澳门特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人士 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 传承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 向世界展示具有澳门特色的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 就将爱国爱澳作为澳门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无论哪一代人 都能够对基本法 对国家的宪法 有一个充分正确的一个理解 第二点呢 我们就是坚持 对祖国啊 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怀 所以我们不断地 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 都在学校里面 在我们的青少年的团体啊 一定要做到 心所上传 第三点呢 就是一定要跟祖国的命运 结合在一起 从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好 越港澳大湾区也好 都是让澳门呢 更好的有机会 融入这个国家的发展大局 何后华强调 坦白地说 居民不可能永远赞同政府的意见 社会总有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会对政府有这样那样的意见 但是澳门人 从来都没有动摇对一国两制的信任 为什么我说非常欣慰呢 但是从来他们都没有动摇对一国两制的这个信任 对祖国的感情啊 一点都没减少 这一点呢 我觉得澳门还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 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茂的澳门也有自己的苦恼 产业相对单一 青年人流动和上升空间狭窄等 他坦言 历史和客观条件导致澳门国际化程度远不如香港 何后华认为 越港澳大湾区制度设计 使澳门积累的多方面优势得以发挥 有助于打通小城面对多年的发展平静 何后华表示 把握好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结合国家需要 发挥澳门所长将是今后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在2009年 卸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后 何后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政协繁多的工作中 他尽其努力促进内地省份与澳门的对接 他表示 澳门未来会面对一些压力 也面对一些挑战和竞争 但他对澳门的前景非常乐观 何后华说 在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祖国好 澳门的前景也必定越来越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聚换场》